朱亚文光头造型引热议 戴墨镜全程不见笑 扶陈凯歌坐下太董礼节 近日 有媒体放出在某电影发布会上 男演员朱亚文以光头造型登场 瞬间吸引全场目光 并登上热搜 可见朱亚文光头造型带给粉丝们的冲击 不过光头造型并没有影响朱亚文的颜值 剃了光头的他 没有了平日里行走的低音泡和斗笔的感觉 而是变得十分冷酷 身边的陈凯歌导演在结束讲话准备坐下时 因为年纪较大行动略有不便 朱亚文也急忙伸手去扶他落座 无论是作为后辈懂礼貌讲规矩 还是为人处事的察言观色能力 都值得称赞 朱亚文圈内圈外人品口碑都十分好 演技水准更是一直在线 长相硬朗大气 形式作风成熟老道 魅力十足 并且与妻子沈佳妮结婚多年 鲜有绯闻传出 格外恩爱 这样优秀的演员也难怪会受到大家的喜欢 再加上年龄优势 相信一定未来可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